大家早 今天继续讲汉方诊疗30年 日本汉方家大众警截的一案 今天这个一案的名字叫 患慢性抚摩炎的少女 大众这里记载 八岁的少女因慢性抚摩炎来诊 该少女自两个月前开始出现精神欠佳 易疲劳 时有轻微腹痛 约有七至十天一直未排便 惯常后可排出大便 但总是不畅快 小便通畅 时欲略解 但味觉无变化 腹部略蓬满并有抵抗 七周有压痛 怎么样 大家听了这个一案什么感觉 就是感觉 这个女孩好像抵抗力低下了一样 腹痛了 便秘了 精神欠佳了 这种情况 如果我自己入手的话 可能一方面从便秘的角度 像调味成气汤或者小成气汤 通便 或者呢 这种感觉主症不明显 又不是很严重的病人 又感觉问题很多 这种可能都是中气虚 按照张熙成来说 可能都是属于中气下泄 这种情况下就是补中了 我中一气汤了 小建中汤都可以 我们看一下大总是出了什么方子 头于小建中汤七日亮 果然是小建中汤 这里我介绍小建中汤 小建中汤是上汉论里边一个很基础的 算是补的方子 建中嘛 实际上就是补你的中胶的这一块 脾胃 主要是脾胃 肝啊 它都会补到 因为你把脾胃运化好了 这个肝肺肾心啊 它都会补得到 所以症状不明显 又感觉症状很多的这种虚的病人 一开始先投小建中汤 把它补起来 像金元四大家 李东元什么的 它就是叫补中益气汤 稍微有一些变化 小建中汤里边呢 主要的是桂枝汤的底子 只不过它把桂枝汤里面的勺药加倍 原来是桂枝勺药干姜干草大枣 本来是桂枝勺药是等量的 它就运化新阳嘛 但是这儿呢 它腐痛的时候呢 就把勺药加倍 这里呢还要加胰糖 因为甜的东西啊 在皇帝内经典都是不脾胃的 并且这个胰糖 你不要用我们现在的金化白糖 就是那种甘蔗糖 看上去就是圆圆的黄黄的黄糖块 月圆石 这个药效比较好 然后看这个结果呢 就是服后稍有精神 七天中有两次正常大变 这是两个月来首次正常排变 继服上方七天面色渐红锐 腹部蓬满也轻快了 再服七天 大变日一次 变得很有规律 又给予七天量 其后患者不再来愿 但据介绍该患者的人说 该少女现在精神很好 欢蹦乱跳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